中国这次赤资300亿 在南海建造了一座人工岛屿 却意外在海底发现了神秘宝藏 其价值甚至超过了石油 此消息一出彻底轰动了世界 美国专家连夜前往现场查看 结果被眼前一幕彻底惊呆了 那中国这次在南海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宝藏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南海作为中国的一大重要海域 这些年来一直备受关注 而由于南海地理位置较为特殊 底下又有石油 天然气 可燃明等丰富的资源 所以多年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一众西方国家也对南海虎视眈眈 为了巩固我国在南海的地位 除了建造航空母舰等海上军事武器之外 我国还派出了天津号和天坤号等角西瓦尼船 积极地进行填海造岛的工作 并先后填出了共七座人工岛屿 而拥有珍贵宝藏的永蜀岛 就是这七座岛屿的其中一座 2016年中国斥资300亿 在南海地区其进行填海造陆工程 一共用时9个月建立了永蜀岛 建造速度令世界为之震惊 建成后的永蜀岛面积为2.8平方公里 在这座岛上设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洋观察站 以及机场医院等 还连接了现如今最为先进的5G信号 设施非常完备 本来永蜀岛的建成就已经让不少国家都倍感羡慕了 而中国在这里又发现了一项重要的珍稀宝藏 更是让其他国家眼红不已 这个就是淡水资源 众所周知 人类生活是离不开淡水的 生活在岛礁上的居民们也是如此 其他国家人工岛上的居民 由于缺乏淡水资源 只能依靠外界的输送供给 即便有现代化的海水淡化设备 也因为使用成本高 效率低等原因 不能经常使用 所以其他人工岛上的居民 一方面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淡水 另外一方面还要担心淡水会不会因为意外原因断供 然而永蜀岛上的居民们就不用担心了 经探测发现 岛上一共有27个探测点 其中有11个点位出产淡水 而且每个点位所储存的淡水资源还是比较大的 水质也是达到了灌溉 略化的标准 而岛上所发现的淡水资源 则是可以直接用来引用的 人工海岛上发现淡水资源 甚至还能够给岛屿附近的渔船及军舰进行补给 如此一来 运输成本将大大降低 此消息一出让一直基于南海的美国和日本都分外眼红 因为一直以来美国都妄图插手我国南海事务 而日本又与我国有领土纠纷 再加上这两个国家近年来都在努力开发人工岛屿 并在人工岛的淡水供给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如今见到我国建造出来的永暑岛 不费摧毁之力就拥有了淡水资源 心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不平衡 但在不平衡之余 美国也很好奇 为什么我国的永暑岛上会有淡水呢 带着疑问 美国专家联邑前往永暑岛考察淡水资源的真实性 结果到现场之后彻底被惊呆了 也确定出这个岛屿的确存在丰富的淡水资源 在我们的认知里 海洋众是绝对不可能出现淡水资源的 那为什么永暑岛会有呢 其实这全是因为永暑岛自身条件得天赌后 永暑岛其实是珊瑚岛礁 而所谓的珊瑚岛礁 就是由大海之中的珊瑚虫的一海堆积而成的岛屿 这些岛屿一般都是分布在热带中 珊瑚岛都拥有着非常独特的孔洞结构 当永暑岛蒸发的海水变为淡水以后 都会通过这些孔洞结构 留着地底被存储起来 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淡水池 再加上永暑岛地处热带 降水充沛 稀释了周围海水 就这样 永暑岛的淡水资源越来越多 永暑岛的建成 对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及文化意义 它的出现向世界证明了 我国填海造陆的技术实力 而岛上的基础设施则展现了 我国的综合国力 可以说 永暑岛的存在的意义不亚于 一艘航空母舰 那此时会有人问到 为什么中国要大费周章的 在南海人工岛屿 它的长久意义在哪里 我国不管是领土还是领海 面积都是很大的 其中在我国管辖的海域范围内 有着很多岛礁 因为距离大陆的距离又很远 导致在管理的时候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想要进行管下 但是岛礁的资源又十分匮乏 岛上就连居住的人民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满足 由于距离大陆较远 很多时候都会因为领土问题而产生纠纷 近年来我国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 为了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于是便启动了填海造陆的工程 就拿永蜀岛来说 此岛屿的面积为2.8平方公里 线属三沙市管下 其位于南沙群岛中部108平方公里永蜀礁的西南主礁盘之上 至于我国为什么当时会在永蜀礁上建岛 除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外 其还有很多非箭不可的长远理由 首先永蜀礁周边并没有特别靠近的他国势力 有益于驻守和保护 最晚他还位于南沙群岛的腹地偏西北方向 可辐射控制的海域面积非常广 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永蜀礁的环礁面积非常大 周围又有着很多大小不一的独立胶盘 而一旦将它们连接建岛 到时候就会变成永蜀群岛了 从战略位置上看 以永蜀岛为起点 他离我国大溜1300多公里 而到最远的新加坡不过才1281公里 离最近的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 不足630公里 虽然他不但可以将越南和菲律宾的 两大军事基地尽收眼底 还可以在岛内部署大型舰艇 和其形成制约关系 从海运交通来看 如果亚洲东北地区的港口 想要通往南亚 打扬州或者欧洲的话 这里都是必经之路 另外其还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将东南亚的各国海域给串联了起来 这样的好处就是 包括日本 韩国 新加坡在内 多个国家的国际航线都要在这里进行交汇 也正是基于以上特点 在2017年 美国智库下属机构就曾报道 永蜀岛上拥有四座导弹掩体 防空导弹系统 一级可容纳24架战斗机和4架大型飞机的飞机库 军事实施高达12处 而至于其是否在制造舆论 可以营造紧张局势 我们不得而知 重要的是 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做什么 都是我们的自由 从不需要他国来之手画脚 因此 永蜀岛不但会成为镇守我国南海据点的开始 同时 他也将会拉开我国在南沙圈岛建立指挥枢纽的序幕 虽然目前来看 永蜀岛的作用还不太明显 但要长期展望 它的建立则有着至关重要且无法替代的必要性 如今的永蜀岛内矿产资源丰富 有着千 同等多种资源 而岛屿附近还有准备数量庞大的各种鱼类 再加上岛上的淡水资源 着实是让许多国家都眼红不已的香啵啵 当然 除了自然资源很丰富之外 我国在岛上的各种建设也很给力 当初因为从岛上前往大陆所需的时间太长 再加上岛上缺乏药物 且药物来源单一等原因 经常会耽误岛上生病的居民的病情 所以 我国特地在永蜀岛上建立起了一座医院 其名为永蜀岛医院 这座医院的设施相当晚辈 相当于我国大陆的二甲医院的等级 不仅门诊大楼和住院大楼及办公生活设施一个不缺 还配备了400多台医疗设备 各类常规科室也是一个不落 在医院完全建成 正是开针以后 我国还选派了无数专家进入该医院 未岛上的居民进行诊疗 永蜀岛医院的建成 使该岛上及附近的居民的医疗需求都得到了保障 这也让人相信 未来的南海在我国的管辖之下 将会越来越好 除了医院以外 考虑到未来可能将永蜀岛开发为旅游区 建造旅游项目 我国还在永蜀岛上建造了一个机场 即永蜀岛机场 该机场长3000米 宽50米 侧边还有一条宽20米的滑行道 完全满足军 免飞机的应用需要 在未来 永蜀岛旅游项目开发完成以后 我国大陆可能会有源源不断的游客前往该岛屿 到那时 就不会存在交通困难等问题了 如今 岛上又发现了淡水资源 节省了我国向岛上运输淡水的费用 降低了岛屿后勤供给的压力 使得我国可以更好地建设岛上的各种设施 现如今世界局势复杂 南海的归属问题又屡屡引起争端 许多国家都开始投身于填海造陆工程 妄图侵占我国的海上主权 而我国自然不能给别的国家这样的机会 我们将加大建造力度 先任一步建设出设施完备的人工岛屿 相信在未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 和人工岛数量的增多 我国在南海的主权也将更加稳固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